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国民闺女谭松韵 已经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谭松韵这位出生于平凡家庭的杰出女性 竟然成为了举国瞩目的国民闺女 从海提时代起 她便展现出非凡的才华与天赋 这也令其父母深感欣慰并寄予无限希望 倾注全力去呵护与支持她的成长 当谭松韵降临人世之际 她的父母已经精心打造出了一个温暖温馨的家庭氛围 无论何时何地 只要节日来临 必定是精心准备的礼品 日常生活里 父母对她的疼爱更是无处不在 使这位纯真善良的女孩 得以度过一段平静快乐的童年时光 那时的她 宛如一朵娇美的小花 沐浴在父母无微不至的关爱之中 尽情地挥洒着属于自己的风采 然而 当谭松韵步入青少年时期 她步入了艺术学校的大门 开始了她的演艺生涯 虽然远离家乡 生活压力倍增 但她始终坚守在自己的梦想道路上 她常常写信给父母 倾诉心生 排解思乡之情和内心的惶恐不安 渴望得到父母的礼节 谁与支持而父母则以无尽的温情鼓励着女儿 让她毫无后顾之忧地追求自己的理想 历经无数拼搏 谭松韵终于在演艺界展露头角 凭借精湛的演技和独特的个人魅力 赢得了业内外的广泛赞誉 对于她而言 最大的愿望便是能在父母面前展示自己的成就 让他们深感欣慰 看到自己的孩子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 尽管是夜蒸蒸日上 谭松韵却从未忘记对父母的深深感激 始终铭记着回报他们的决心 记得那一次 谭松韵正在剧组紧张拍摄之时 突然接到父母的来电 告知母亲患病入院的消息 她毫不犹豫地放下手中的工作 火速赶回家里照料母亲 在病榻前 看着母亲憔悴的面庞 谭松韵内心五味杂沉 泪水不禁夺矿而出 她默默发誓 一定要在事业上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让父母为她感到自豪 感受到这个女儿从未让她们失望 于是乎 在挚爱双亲无私且坚定的关爱 以及全力以赴的大力支持之下 谭松韵犹如攀登高峰般 一步一脚印地迈向了辉煌的职业生涯顶峰 她不懈挑战自己 成功塑造出一个又一个 备受广大观众热爱的经典形象 终于一跃而起 蜕变为当下娱乐圈中令人瞩目的女演员之一 从精灵可爱的少女 到坚毅刚烈的女性 她皆能轻松自如地演绎的栩栩如生 令人赞不绝口 眼见女儿在演艺界日益取得娇人成绩 谭松韵的父母自然满心欢喜 倍感自豪 她们始终深信女儿的无限潜能 并以无比宽广的胸怀和深刻的理解力 全心全意地支持着她追寻梦想的道路 而谭松韵亦从未忘怀父母 对自己的悉心栽培和无微不至的关怀 她内心深处充满了希望能用自己的成就 回馈父母的养育之恩 然而正当谭松韵的事业蒸蒸日上 逐步成为当下娱乐圈中的璀璨明星之际 她的生活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 在一个看似平凡无奇的除夕之夜 谭松韵的母亲外出与有人欢聚 却不幸遭遇了异常惨烈的车祸 当谭松韵得知这一噩耗时 她的世界瞬间崩塌 难以接受母亲竟如此突然离世的残酷现实 面对已逝的母亲 谭松韵悲痛欲绝 泪水如注 在痛苦的哀悼过程中 她时而木然发愣 时而气不成声 整个人都陷入了极度的颓废之中 仿佛即将被无尽的绝望所吞噬 这个曾经充满欢乐与温馨的除夕之夜 如今只剩下了无尽的哀思和泪水 更为令人愤慨的是 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 竟是一位富家子弟 在撞倒行人之后 她不仅没有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寻求帮助 反而选择逃离现场 使得伤者无法及时得到救治 最终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 此事件一经披露 立刻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强烈谴责 众多粉丝纷纷表示将全力支持谭松韵追究肇事者的法律责任 面对谭松韵而言 母亲的离世无疑是最具毁灭性的沉重打击 她无法承受此种残酷现实 内心里充斥着对命运无情嘲弄的愤怒 以及对自身无能为力的深深自责 曾经那个坠满欢笑与温馨回忆的除夕夜晚 如今仅剩下无尽悲痛与泪水交织 在那段漫长且痛苦的哀悼时光里 谭松韵常常抬头仰望星空 缅怀着已逝的母亲 她无法接受母亲如此平凡的离开人世的事实 总觉得这不过是一场噩梦 母亲终究会再次回到身边 每当看到那些充满温情的家庭照片时 她内心深处的伤痛与愧疚如同潮水般汹涌而来 使她身陷其中无法自拔 在随后的法庭审理过程中 这位富二代展现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恶劣态度 她甚至毫无悔意地声称只不过撞死了几个人而已 仿佛自己并未犯下任何过错 更加令人愤慨的是 原本确凿无误的证据竟然接连消失 关键的驾驶记录仪也神秘失踪 而之前的证人一开始立场动摇 谭松韵深知这场官司所涉及的 远不止其母亲的生命本身 更是关系到公平正义是否能得以真实 有效的伸张 因此 她毅然决然地挺立在庄严的法庭之上 接连不断地质询这位肇事者 及其身后财大气粗的富豪家族 然而在这场漫长且激烈的诉讼中 谭松韵接连遭受到多次巨大的冲击与伤害 深刻体会到了金钱与特殊地位 在现实生活中所拥有的强大 压倒性的影响力 在庄重严肃的庭审现场 这位富家子弟的父母 非但没有丝毫的欠就与懊悔之心 反而以你的母亲失去了生命 而我的儿子却要在监狱里度过于身位借口 进行了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无理取闹事辩护 更为令人心寒的是 主审法官的态度明显倾向于被告方 这使得追求公平正义的谭松韵不禁悲从中来 痛哭流涕深感自身仿佛陷入了一个无法破解的谜团之中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诉讼中 谭松韵不仅承受了极大的精神创伤 更深刻感受到了社会中金钱与地位的极度不平等 对于生活在平凡社会中的我们而言 倘若遭遇类似的悲剧 恐怕连最基本的公平正义都难以企及 这一切都使他不禁感慨万分 金钱与权力在现实生活中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真正的公正究竟何时才能真正降临 最终 这位肇事者仅被判处六年有期徒刑 这对于导致三个家庭遭受毁灭性打击的严重后果来说 无疑是一个极其荒谬的判决结果 对于谭松韵而言 这无疑是一技沉重的打击 他深感自身仿佛陷入了一个无法破解的谜团 正义难以伸张 冤屈难以平复 在这漫长的诉讼过程中 谭松韵历经了无数的不确定性与绝望 他曾经一度认为 自己就像被困在一个无法挣脱的命运漩涡之中 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获得应得的公道 他质问苍天 目视这个不公的世界 内心的创伤几乎将他彻底摧毁 历经那漫长而悲伤的哀悼 及深入骨髓的诉讼纠纷阶段 谭松韵曾经沉溺于绝望的泥潭之中 然而他深深的懂得 倘若此刻轻易延弃 不但会辜负父母多年以来的殷切期望 更将使得母亲的离去显得无比虚无缥缈 于是他鼓足了勇气 毅然决然的重启前行之路 凭借卓越的专业素养 以及坚定不移的意志力 在逆境中再度崛起 如今谭松韵已然成长 为当今娱乐圈中备受瞩目的女演员 她的名字无不让人心生敬仰 即使在遭受家庭巨变的至暗时刻 她亦从未动摇过自己的理想与追求 反而是凭借顽强的意志力和深厚的专业素养 在逆境中找回了前进的勇气 无论面临何种困境 谭松韵始终坚守追求梦想的决心 她深信只要全心投入到自己热爱的事业中 总有一日 必定能够在父母面前展现出应有的辉煌成就 这份对亲人的深深牵挂与肩负的责任 始终是推动她不断向前的强大动力 正因为拥有这份坚韧与决心 她才能在逆境中重新振作 谱写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篇章 尽管遭遇了家庭的重大变故 谭松韵却从未被这些磨难所击垮 在母亲离世的无尽悲痛中 她始终感受到来自父亲无私的支持与理解 这份宝贵的亲情扭带成为了她在逆境中重拾前行勇气的精神支柱 对于谭松韵而言 母亲的离世无疑是最为沉重的打击 在那个注定明刻于心的除夕之夜 她失去了生命中最挚爱的人 内心充满了对命运的无奈与愤懑 每每回忆起母亲那温暖的笑容 她总会情不自禁的泪流满面 痛苦不堪 然而 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 谭松韵的父亲始终坚定地陪伴在女儿身旁 与她共同面对这场没有胜负的持久诉讼 她以最大的包容与支持 时刻关注着女儿的身心状况 期盼能用自己的关爱来平复她内心的伤痕 每当谭松韵陷入失落之际 父亲总是能展现出无尽的耐心 聆听她的心声并给予鼓励 她以此鼓励她坚定信念 勇敢面对人生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